好,开始录了 首先呢,跟同学们介绍一下这个翅膀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动物的翅膀呢,这个其实是相当于这个它的前肢的部分 那么如果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动物的来说 它基本上有了翅膀呢,它的腿就只有两条 那么在制作骨架上呢,我们可以直接用bypad的手部来制作它的前肢部分 所以相当于跟人类的构造是一样的,就是五个指头 那么比方说鸡呢,鸡的这个鸡,大家吃过鸡翅啊 那鸡翅的拇指是其实是这样子往这边弯的 那它是在这个生物的这个研究上面是我们形容是一个退化的状态 那么鸡翅呢,一般我们看到的是四肢 那其实它是有脚趾的,它是有微脂的 它微脂是萎缩的一个状态,也是被认为是一个退化的状态 那么大家如果吃到五股鸡呢,那是有五个指头的 好,五股鸡的鸡爪是有五个指头的 那大概它的尾指也有一些的萎缩这样子 OK 好,那么在制作骨架的时候呢 那个,目前这个我要做的是一个飞龙的骨架 那飞龙呢,我的飞龙造型呢,我是设定它是有四条腿的 那四条腿呢,就是翅膀的部分呢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前肢来制作 不能用手直接来当做这个翅膀的骨架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必须要自己来设计骨架的绑定 那简单的骨架构造呢,说出来了 那为何需要一个高端的技术来做绑定呢 就是为的是节省制作动画上面的一个时间 让操作的便利性提高 OK 那在一开始制作这个骨架构造呢 我们首先要先丈量一下就是我们需要的骨架一个尺寸 那么怎么样去做一个合理的尺寸呢 我这边是参考这个蝙蝠翅膀的一个比例 蝙蝠的上臂呢跟前臂相比较呢 是前臂的长度就比较长 那指头的部分呢又比前臂来的更长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是符合它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效益的 那在我们这个幻想的一个生物这个龙这样子的一个构造上面呢 那能够发挥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在这钱臂举起的一个高度呢 如果说是比较高的情况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威武 这个生物看起来比较凶猛一点 OK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它指头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出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 在我们操作的上面来说 就是 让它不容易这个穿到地板以下 这个是在我们动画制作上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长度 那么当然这个视觉上的美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好 那么 好 这个翅膀呢 张开这样子的一个幅度 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所需求的美感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那这边先介绍到这里 比较分类的 是 这边是 白不分类的 和 会性提供的 特别 没有 划算 这边装 天 词